今天十点不一样精雄 我们来关注不止台湾寒流发围 其实北美欧洲甚至亚洲多个地方 近期都出现异常寒流 甚至影响的时间长久 主要就是受到了极地涡旋的影响 当极地涡旋强大时 能把冷空气锁在北极 但是当它变弱 烹流就会变得弯曲 进而让酷寒的冷空气直冲中高纬度 造成极端寒冬 全副武装忙着铲雪 因为街道全被白雪覆盖 这是美国这次冬天时常出现的景象 到底有多冷 有时蛋打到一半凝结 就连滚烫的热水往天上洒 瞬间变成蒸汽 根据美国气象局1月中旬的资料 全美约有1.2亿人处于风寒警告中 出现低于零下30度的风寒 加拿大部分地区气温降至涉事零下40度 就是因为极地涡旋的来袭 在上个礼拜北美那边出现持续的 这种偏冷的一个暴风雪 其实也是因为它出现这种阻塞高压 那主要的这个高空的这个潮线 都一直在美国那个地方 北极与南极上空都有巨大环流 包围着寒冷气团 以逆时针方向回旋极地 而又跟冷空气影响有哪些关联 它的涡旋速度是否稳定 当急握速度正常的时候 喷流的速度相对也会比较快 就容易把整个冷空气往北极里面锁 但是一旦得急握的速度变慢的时候 整个喷流就会往南北摆动 也因此冷空气就容易往朝线冲 急握它有时候会慢慢突然变慢 变慢的时候其实就跟我们 骑脚踏车的时候很像 当我们速度越慢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会比较容易摆动 高压级这个地方就容易出现很热 那么这个比较低的地方 我们叫做低压朝线 那在朝线这个区域就很容易会有冷空气 往南边移动 就会造成在这个朝线这个地方呢 它会出现异常偏冷 这也是为什么一听到极地涡旋发威 低温就容易被大坡揭露 甚至去年一度极地涡旋清洗 美国气象学家指出 在风寒效应下 风寒指数也就是体感温度 恐怕跌至摄氏零下79度 可能只要身处户外短短10分钟 就会冻伤 不止低温 而它维持的时间也相对较长久 我们说一般冷空气可能两三天就过了 但是如果出现这种比较明显的阻塞高压 它就会让这个气流会一直卡在这里 卡在这里冷的时间就会比较长 最短可能它就是会四五天 长一点点的话也有可能到七天十天 它也会影响到一些喷流的一个方向 那就会造成世界各地都一些比较冷的一个情况 包括欧洲美国 我们亚洲都有这样 这几年都有 那极地涡旋因为它是比较大范围的一个波动 冷空气冷气团的波动 它会影响的期间会比较久 北极冰层融化或许会先想到 极带救援的北极熟 不过也该思考是否逐渐反映到日常生活中 因为极地涡旋所带来的异常寒流 或许就是一个气候变迁的警讯 冷暖空气的梯度要越大 这个喷兽走它就会越强壮 那它就越能够去阻挡北方的冷空气 继续的往南走 南北的温差变得比较不是那么大 为什么会变得不是那么大 就回溯到全球暖化 全球暖化我们根据科学的研究 北极的震温的幅度比平地 比中纬度要高两倍到三倍 它也使得这个喷流走变弱了 温度梯度没有那么强 所以它就变弱 变弱就常常就会有弯曲 极地涡旋波动带来的冲击 不少科学证据把矛头指向气候危机 理论之一是少了海滨反射太阳辐射 北极海水变得和暖 导致暖空气干扰极地涡旋 但科学界没有达成共识 或许还需要更多资讯显示 但已经越来越多资料示警 暖化现象不可再忽视 大风雪来了以后 电力整个系统崩溃 崩溃了之后 很多人在没有办法抵挡 这么寒冷的天气之下 常常就是造成他生活上 生命上的一些困扰 极定涡旋的波动和剧烈天气 有着密切关联 一旦变得越来越频繁 异常寒冬事件恐怕不断上演 TUBE的新闻 李恩志志友宣 台湾报道 哈喽来时 相信不少民众家中 都会把暖气给打开 台电也发现在23号 寒流最强的时间点 瞬间夜间尖峰的负载 达到了3000万瓦 比前一天多了很多 虽然有明显上升 但是台电也强调 这个被转容量率都有超过10%以上 不用担心缺点 明明在室内 上班族却披着毯子办公 桌上还放置一台电暖炉 时不时将手给暖热 因为全台受到寒流影响 台北市白天温度在10度左右 真的好冷 办公室的话 我觉得基本配备 一定是要人人一件毯子 那再来的话 因为其实很容易手脚冰冷 然后有时候会准备比如说电暖炉 那种造势的这种电暖炉 然后或是这种放在桌子底下的这种电暖炉 然后可能轰脚或是轰手 就是上班的时候手才不会很冰很冷 适合小空间的电暖炉 特别受到上班族群的喜爱 但其实就算在家 寒流来袭 工暖设备通通得开起来 就是看到那种新闻说很冷 一定先把围巾 袜子通通拿出来 然后再来就是这种电暖炉 一定要事先买好 因为通常一定都会缺货 就是你一定要先抢好 然后在家里的话 我可能就是会 我有买那个很像放在床垫上的 那种电毯 对对对 电毯一定要用 就是真的会好睡很多 浴室的话就也会买那种 就是小台 然后挂在那个墙壁上的 市面上的工暖设备 可以说是白白种 却不一定都适合每个空间 那如果今天是商业空间 然后你需要快速的 达到一个暖房的效果 同时空间也大的话 其实像是这种电子式的 没有暖炉 也非常的适合 大空间的快速加热 那再来就是 现在有很多的外宿族啊 然后或是像是 比较小范围的空间 比如说像卧室 这类的空间 其实像是市面上 形形色色各式的 这种小型的电暖器 像是这种陶瓷式的电暖器 小型电暖炉 冒着炭火的影像 不止暖身 看了也很疗愈 而在浴室中使用 必须留意 得使用防泼水的机器 再将它挂起来更安全 天冷网路也掀起讨论 发现抗寒家电 CP值之王 就是冷暖气机 因为一年四季都会用到 价钱也只有比单纯的冷气机 多个几千元 那在夏天的话 因为它是冷气 所以它的出风口 通常都会朝上 因为冷空气会下降 但是在冬天 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是你要把那个出风口朝下 因为暖空气 它是会上升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出风口 跟夏天一样 都让它朝上的话 其实暖空气 它就会一直聚集 在天花板的上方 那你整个空间 还是不容易感受到 那个就是整个空间 都温暖的感觉 另外也可以搭配 循环扇使用 放在对角处 将暖空气打散 民众在家中 使用电暖气的时候 也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是要保持通风 而第二 如果是使用功率 比较大的电暖气的话 则要注意 必须要是使用独立的插座 避免使用延长线 第三个 则是要注意摆放的位置 因为如果有杂物遮蔽的话 可能会造成过热 那另外就是 它要适度的去清洁 它的这个电暖气 那如果有相关的一些滤网 或者是什么都 定期的去做清洁 那当然最重要是 如果这个电暖气 在没有冷的情况下 那就不要使用 而台电观察也发现 平时温度在14到20度 民众并不会使用功暖设备 但这波寒流威力强 不少人家中 都把暖气打开了 我们的电暖气除湿机的 这个用电的开启 那我们还有一些农榆液等等的 他们有可能要防这个 所谓的这个含害 所以他们用电量也会增加 所以这几天统计出来 以昨天来看 那可能跟前天 在晚上的夜间风的负载 大概多了 大概74万千瓦左右 23号寒流最强的时间点 顺时夜间风负载达到 三千万千瓦 22号则是2932万千瓦 虽然有明显上升 但相比夏天 曾高达四千万千瓦 相差甚远 而台电也强调 倍转容量率都有超过10% 不会有缺电风险 TV为新闻 何将陈如环 谢丹子台报道 大家耳熟能详的三高 高血压 高血脂跟高血糖 这慢性恶魔的三兄弟 现在变成了新四高 多了高尿酸 民众也需要注意 如果你健检 人家看到说 你的尿酸比较高 但是你都没有关节会疼痛 我们这要没有 就是没有症状的 高尿酸血症 那大部分是不需要吃 降尿酸的药去治疗 医生仔细讲解 要民众不用太惊慌 先从改变饮食着手 再观察尿酸 有没有降下来 其实原本大家耳熟能详的三高 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是慢性病恶魔三兄弟 现在高尿酸加入 成了新四高 大概尿酸的来源 除了就是从饮食上 有一部分大概三分之一 到一半的病人 来源是从饮食上 所以你饮食上进来 就是说比较高标凌的一些饮食 比如说内脏 海鲜 高汤 这些吃多了 当然就有可能 你的血液中的尿酸值会偏高 但是也有可能大部分 就是说大部分的病人 都是因为代谢不掉 所以你进来之后 你的肾脏功能没那么好 你排不掉 代谢不掉 那当然就堆积在身体里面 天气冷 不少人爱喝肉乎乎的火锅汤 煮肉和海鲜的汤头 普林含量高 吃太多也容易有痛风发作 而尿酸偏高 就可能成为肾脏病的候选人 尿酸国高的原因有 像是摄取太多高普林食物 例如海鲜 肉汤 啤酒 油炸食物 动物内脏 含糖 饮料等等 还有先天体质 比较难有效排出尿酸 如果父母有痛风 这样的家族史要特别注意 另外服用利尿剂等药物 会加速排除体内水分 使得尿酸浓度提升 而尿酸的正常值 男女不同 男性超过7 女性超过6 就是尿酸过高 高尿酸除了痛风 还会导致肾结石 若长期影响肾脏功能 就会变成慢性肾脏病 最严重可能洗肾 那间接性的伤害呢 根据研究呢 可能有几种 击转呢 会导致我们身体受伤 那第一种呢 就是造成我们的这个 发炎的现象 慢性发炎的现象 那第二种呢 是造成血管 内皮的损伤 它跟其他三高之间 混在一起的状况 我们称为代谢症候群 那这个代谢症候群的 这个现象呢 就可能是因为这个尿酸 本身呢 刺激了这些细胞 包括像是胰岛的细胞 或是脂肪的细胞 那产生高血糖 或是高血脂的现象 高尿酸和三高 存在共病的关系 不可忽视 在卫福部公布的 2022年 国人十大死因中 新四高占了五个 包括心脏疾病 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 高血压性疾病 肾炎肾病症候群 及肾病变 而现在糖尿病有年轻化趋势 我们很强调生活形态 那普遍来说 如果比较年纪轻的病人 通常都是肥胖 肥胖病人 然后蛮常会碰到 他是很常喝含糖饮料的 然后就发现有糖尿病之后 才戒掉含糖饮料 血糖就会 很快就可以控制得不错 血糖没控制好的影响 几乎是全身的 几乎是从头到脚都会 所以比较容易中风 然后眼睛有视网膜病变 然后这个心血管 容易心肌梗塞 或是心脏衰竭 然后影响肾功能 肾脏 这个跟洗肾有关系 医生提醒 有代谢症候群的人 比没有的人 多了三成机会 变成糖尿病患 要注意血糖的数值 得减重多运动 控制饮食等等 多管齐下 现在年轻人的压力 生活压力 工作压力 熬夜 那西方精致化的饮食 高血脂 高血压 那大概这些文明病 都会产生这样子 以我们心脏科的比例 来说的话 大概 三高里面 至少有一种 或两种以上的病人 大概在我的门诊 可能有占到 七到八成以上的病人 那其实统计上来说的话 大概二十岁以上 以台湾人口族群的话 大概有三高里面 其中一种的 大概也会占三成左右了 不管是三高 还是心四高 共病危机高 也是各种疾病的起源 比癌症还危险 慢性病 早就不是老年人的 专属疾病 维持良好的生活 和饮食习惯 才容易和病魔 说拜拜 TVBS新闻 诚如欢望 一节也才会不到 一份工作究竟要做多久 在履历上才漂亮呢 不少专家或者是老师都建议 一份工作应该要做超过一年 时间会比较适当 不过根据年纪也有所不同 人力银行表示 30岁左右的年轻族群 一到两年换工作 会被认为是在摸索期 所以可以被接受 可是到了40岁以上 还频繁换工作 可能就被质疑不够稳定 坐在办公桌前 敲着键盘 执行该完成的工作 双班族Sandy 踏入社会后 目前的工作 已经是第五份 我是商学院 然后所以我一开始 就是直接 毕业之后 我就直接 进了银行业 那银行业 我待了大概三年 那在总公司 因为我真的 有一点 没有办法 一直在那种很乳听 那离开之后呢 我是做 专职的扶委 所以是很跳通 然后我们一整 我们就六日半活动 一到五规划 六日半活动 一到五规划 那 唯一比较短的 就是这一份工作 原因是因为 我完全没有休息时间 五份工作 完全不同领域 其中一份 因为做活动 没有休息时间 担心身体出状况 只做了四个月 就喊停 在履历呈线上 也曾经担忧过 我其实会担心 但我就会说明 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就是因为我刚刚说的原因 所以我当下是 有一点震撼 然后加上好像 应该身体比较重要 虽然说还年轻 但身体比较重要 所以我那时候 依然觉得离开 毕竟对于人资来说 一份工作 待得多久 是最直接的第一影像 稳定性的问题是 我们在求职的一个 很大的决定性因素 当然就是因为每间公司 我觉得都会有一些些 自己的难念的经 所以我会觉得 就是这种东西 它会希望 每一种考验当中 是不是能够 就是撑得下去 其实我们会建议 比如说30到35岁以下的 比较年轻的求职者 如果你工作 一到两年之后 想要换工作呢 在下一份工作的人资上 可能会觉得 是可以被接受的 他还在摸索 自己职场的适应性 还有想要学习 新的技能等等 所以一到两年转换工作 是可以被接受的 那如果你今天年纪 已经到35 40岁以上了 如果你还是一到两年 这么频繁的换工作 可能就会被质疑说 你工作上的职能 是否不足 尤其不少前辈或是老师 基本上都会给予一份工作 至少要做满一年的建议 避免被贴上负面的标签 事实上这是一个工作转换的问题 那有两个最大的 基本的决定因素 第一个就是年龄 第二个就是教育程度 就是我们所谓的人力资本 那年龄越轻的人呢 他转换的频率会比较高 那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呢 他转换工作的越容易 要在面试上展露头角 专家也建议三个方向 包含写上正当明确的离职原因 也可以做模拟试题做准备 最后是好好盘一盘 自己的求职策略 大学不会有企业实习的课程 甚至于研究所也有 那这个短暂的实习 也许两三个月或是一个学期 那其实最主要是让学生去接触 外面的世界以及相关的工作 那曾经有学生分享他的这个想法 就是说他的第一志愿去找的实习工作 是会计方面的 可是当他真正进入这个 修了一个学期的七月十一课程 去实习之后 那他发现了这并不是他的所爱 所以他在毕业以后 找到另外一份他比较喜欢的工作 实习等于是多一次的机会 在工作上摸索 而其实一份工作做多久 不同世代想法也不一样 美国的招聘网站调查发现 Z世代一份工作 大概是做两年三个月的时间 而迁徙世代只多出六个月 不过相比之下 X世代一份工作可以做到五年之久 婴儿潮世代则可以做到八年的时间 40岁左右的上班族 大概平均都换过4.5次的工作 那上班族心目当中 他们理想认为 工作的一生当中 要换多少次工作呢 答案是5.2次 换工作的原因不外乎 就是为了追求更好的薪资待遇 还有更友善的环境 而每换一次工作 必须深思熟虑 避免再次沦陷在 工作做不久又不开心的深渊当中 TV的新闻和这样一些单词台报道 那说到了银行人员的薪水工作呢 真的是高稳定性 而且薪水也不错 是不少人梦寐以求的 过去许多航员都是做到了65岁 才申请退休 不过现在呢 却有越来越多的航员选择提前退休 其中原因包含了数位转型 跟工作的内容有所不同 江存哲交给银行人员办理业务 航员每天的工作固定 薪水加稳定性又高 是不少人梦寐以求的工作 尤其是有政府背景的八大航库 员工权益更受到高度保障 但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航员 选择提前退休 老师讲在这几年 银行它在这个经营形态上 就是变成是所谓的业绩导向 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么对员工的考核 就一切看绩效看数字 那当然就造成可能 有些员工在考虑 可能工作的压力 或是家庭的运速 健康的这样一些考量 那才会有就是我们发现到的 这种员工提早申请退休的情形 提早退休的状况 不只何故去认为 公股行员会一路做到退休的 刻板印象大相径庭 也显见外界羡慕的金饭碗 其实也不好捧 很多的这个诈骗状况 其实都是防不生防 那么为了要面对 这样子的一个情境 那么我们的经管会 其实也一直都不断的在修正 这些银行的内规等等 所以他们的这个规定 其实是越来越多 就多如牛毛 还有行员得承担供销 去拉信用卡 理财等业绩 以及洗钱房治 打炸和公平待客等等 都造成行员压力倍增 尤其主管要承受的压力 比以前更大 但对于员工提前退休的状况 如果适度的话 确实也有助于银行进行 世代交替 金融业数位化的一个业务 可能还是需要一些 这种实场新的心血加入 特别近几年 在这个资讯人才 法务人才的一个部分 其实金融业就特别希望 有这种跨领域的人才来加入 那变成说他们需要 有太旧换新的一些情况 目前兆丰银行也提供优退专案 只要年满60岁的行员申请退休 就加发七个月的鼓励金 根据统计八大行库合计 112年在65岁之前就申请退休的员工 有746名 已经快要追上借零65岁才申请退休的786人 赵凤银近四年来的退休人数 共540人 台信提前退休的人数则是418人 借退是242人 而时间拉长来看 109年至112年 八大行库共退休5696人 其中在65岁之前就自请退休的行员 共计2879人 比借零退休的行员还要多 过去在金融业当中的这些中高阶主管所 存下来的这些薪资收入 都普遍蛮高的 高所得再加上过去的10年的行情 其实一直都不错 全世界的投资都是临死 所以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子 而提前达成自己的退休目标 以45岁以上的劳工来讲 我们调查发现 其实大家退休金的准备状况都蛮低的 可能只有两成出头 最多可能四分之一的情况 不过我觉得 如果以退休金准备的进度来看 这种高薪族的金融业 或是像科技业 或者是这种空运业 他们可能会比较早有机会 因为任职满25年就可以申请退休 因此年龄来看 以55岁至60岁提前退休的人口最多 其次是60到64岁 而他们大多都是中阶主管 再去转换跑道 资产跑道的话 可能对他们来讲门槛不会那么的困难 这也许是另外的一个考量 那再加上就是 有些员工他的考量是 他可能先领了这一笔退休金 落袋委案以后 他可能也许有自己的一些创业的想象规划 尤其工作年资越长 升迁也遇到瓶颈时 有些主管宁可退休 再加上新世代的自主性比较强 因此在金融业 选择一路工作到65岁的时代 也已经过去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